大家好,20.25,1024礼拜日,给大家看看 甘肃省,甘肃吧,甘肃甘肃,定西市 听这种名,定西,平定西部,随远,随静远方 抚远,黑龙江抚远,是吧,抚育远方 像贵州还是四川有镇远,有威远 反正是吧,这个汉民族中原王朝到了边疆 是吧,都是很牛递 甘肃定西市张县,三点水,历早张,张县公安局 一名副局长,酒后调戏女子 并打伤其男友,哎,我是公安局副局长 是吧,那会儿那个,我爸是李刚 河北保定公安局副局长的儿子 撞了人,是吧,我不停车,怎么地吧 我爸是李刚,你惹我吗,对吧 你惹我先弄死你 这个酒后调戏女子,人家有男朋友 可能喝多了,是吧,一搂,一那什么 这是恩典呀,公安局副局长看上你女朋友了 你还不赶紧让闲,不让闲打一顿吧 你看,这又有一个新闻啊 说这个,你看,你看看,你看中国这个颠倒黑白吧 看不清楚吧,颠倒黑白啊 说甘肃张县公安局酒后调戏女生 然后官方说什么呢 说举报者,举报者那肯定他男朋友吧 或者这女孩,这女孩和他男朋友 说举报者意图拘诈被行政拘留 还有天理吗 世界上最奇葩的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 这种颠倒黑白 这种权大于法 这种人治 大于法治 这就是活生生的 赤裸裸的 血淋淋的 就俩字吧 仨字 欺负人 这还用说吗 整个中国社会就是欺负人 我有权 我当官的 你没权 你老百姓 对吧 我就欺负你 怎么着吧 你媳妇我就想睡 让不让睡 是吧 麻利的 痛痛快快的 立立正正的 不服 不服就弄你 打了 打了之后还给人家给行政拘留了 这有天理吗 是吧 这不前两天那个 江苏连云港那辅警啊 那个女的说是回族 许样 被九个男人睡了 公安局副局长 派出所所长 中心医院的院长 副院长 还有药房的 好像还有小学的吧 还有什么工会的 睡了一溜够 最后给这女孩判了 是吧 大家伙替她呼吁 是吧 判的轻了 原来罚500万 现在30万 原来15年 现在7年 中国到处这种情况啊 到处都是 比比皆是 你要想在中国找公平 或者公平正义 这四个字 你打着灯笼吧 你从黑龙江 墨河 你走到云南腾冲 你从新疆 喀什 是吧 塔石库尔干 塔吉克自治县 是吧 你从那个 你叫什么口岸 中巴 是吧 那最西边 你走到最东边 你从广东 你走到内蒙 你从西藏 走到浙江 你也找不到 对吧 好了 跟大家说点轻松的 这个张县 跟福建的张州 是同一个字 我研究地理 这个我早就注意到这个规律了 然后还有在甘肃的天水 有一个县叫辉县 和这个安徽晚南的辉州 也是同一个字 是吧 福建 还有一条河叫晋江 这个大概齐 大概率是表明有一种 有一种移民的现象 是吧 这个中国的移民 就叫孔雀东南飞 就是从西北往东南迁移 当年历史上五胡乱华 匈奴险卑截敌枪 是吧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规律 北方外来的威胁 军事威胁是最多的 所以大家都求安定 现在呢 中国人有五千万 要移民海外 也同样 是吧 是一种为了平安 为了安全 为了更好的生活 是吧 有的人是为了 能够痛痛快快的 说两句话 对不对 甘肃天水出一种苹果 不错 挺好的 那边有个叫空同山 好像是个道教名山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二姐在中央乐学院上学的时候 带来的一个女同学 姓马 女同学 甘肃天水人 长得还真漂亮 而且是那个 就是天水的回族 身材特别好 个子高 腿还特别长 身材修长 给我留下一点印象 还有那个甘肃定西 还是平凉 平凉 有我哥的一个好朋友 这哥们来北京 二三十年了吧 然后原来住东智门外 后来在这个 这个这个 北新桥 北新桥邮局的旁边 开一个24小时营业的 这个拉面馆 最多时候开了两三家店 现在可能就一家了 人家在北京买了可能三套房子 大儿子通过关系 人家有钱吗 走关系 就去了那个 嗯 我看看 北京平谷 有个高高射炮兵 高射炮团 在那当兵 人家的二儿子 东智门中学 重点中学 哎 是吧 我哥还去过他们老家 甘肃老家啊 这个甘肃 还有庆阳 庆阳有个香包节 是吧 也不错啊 庆阳 还有有一种叫利潜文化 甘肃有个利潜文化啊 说是古罗马的一个远征军 有一帮人留在当地啊 反正是长得像白人 眼窝深 皮肤白 黄头发 反正那村里有一少部分是那样的人 到底是不是罗马的远征军 还是中亚某些 这个高加索人种过来的 就不清楚了啊 反正有 只能说有啊 河西走廊 河西四郡 是吧 当年玄奘 是吧 这甘肃好玩 肃北 蒙古族自治县 肃南 玉古族自治县 阿克塞 哈萨克族自治县 啊肝南藏族自治州 还有一个叫什么回族自治州吧 叫什么 原来叫河州 是吧 那地方经常造反 哎 清朝的时候 后来这个西北的武马 青马 宁马 马洪斌 马洪奎 马不方 都是这地方出来的